洗腦的過程 第一要容易控制一個人 其實是用一個恐懼 當你有一個恐懼的時候 你就會很容易做到一個控制 一間公司我覺得也是 你怕沒了一份工作 你怕被老闆誣刑 你怕被客人吵你 最後就是你怕公司虧錢 你要賠償 有很多這方面的事情 我沒了一份工作 我又怎照顧家 最主要是我們的科技 開始發達 人與人或國與國的接觸多了 我們就會察覺到 甚至在教育上有一些矛盾 不同的國家的法律 或者他們做的事 定義的事 或者道德上的事 都有些不同 但一級推銷就不會這樣 先生的顏色很適合你 你有沒有想過 數用卡付錢還是現金付錢 已經令你去想 是的 其實人的大腦很有趣 你轉不及時 人的大腦只能控制一件事 當你想顏色和付錢的時候 它兩樣的矛盾位就出來了 其實你沒想過買 它即時令你產生矛盾 你即時要給一個答案 這個銷售的時候 要麼達上卡 要麼達現金 你都已經成功幫它買了 如果想收睇更多精彩內容 就上去MJ13Show.com 以65元3個月 訂閱節目重溫